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今年19岁的杰克斯威尼来自佛罗里达州 他开发了一款专门用来侦测世界首富 Elon Musk航班信息的机器人 并且还专门开设了一个Twitter账号 以发布马斯克所有航班起飞和降落的时间点 以及持续时间 马斯克今天以5000美元的价格 要求这一名19岁的男孩 删除这个追踪他行程的Twitter账号 不过杰克斯威尼则回应称至少要5万美元 这样他就可以用这笔钱上大学 或许还能再买一台特斯拉的Model 3电动车 这名大一新生还开发了十几个其他的 飞行航班侦测账号 其中包括比尔盖茨杰夫贝佐斯的 知名行业巨头 被拉斯维加斯上周六发生了一起车祸 导致9人死亡 赵氏司机名叫加里·罗宾逊 今年59岁 根据国家运输和安全委员会的公告 当天罗宾逊驾驶车辆高速穿过红灯路口 并撞向了一辆丰田汽车 在车内的7人全部死亡 最小的受害者只有5岁 而罗宾逊本人也死于这场车祸 拉斯加斯警方随后公布了他的信息显示 这名赵氏司机曾经犯有6项重罪指控 3项轻罪 还有两次超速的违规记录 新墨西哥中 州部城市阿尔伯克机的东北部一家华人按摩店 上周遭到两名劫肺持枪抢劫 女老板拔枪反击却被劫肺劫持最终当场死亡 据悉这位女老板来自湖北 两名嫌疑人分别是18岁的拉米雷斯以及19岁的爱尔南德斯 拉米雷斯重枪受伤现在还在当地的医院治疗 根据法院提起的刑事诉讼显示 拉米雷斯说他的背部一直很疼 于是高中朋友爱尔南德斯带他去了水疗中心 警方说拉米雷斯在被审问时候表示 他只是想去按摩 是爱尔南德斯实施了抢劫 在过程中持枪伤害了店主和自己 但警方认为这起凶杀案是两人合谋 在当地一系列抢劫案中的最新一起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 他们已经收到了可信的指控称 自去年8月15日 塔利班接管阿富汗以来 已有100多名阿富汗前政府官员 安全部队成员以及与国际部队合作的人员被杀 其中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受害者 遭到了塔利班或其附属机构的法外处决 古特雷斯在提交给联合国案例会的报告中还提到 尽管塔利班曾经做出保证表示 会特赦那些与国际部队合作过的阿富汗人 但联合国政治特派团体也收到消息称 不少官员都突然失踪 人权捍卫者和媒体工作者也持续受到攻击 恐吓骚扰任意逮捕虐待和杀害 在报告中古特雷斯提出了目前的优先事项 是敦促国际社会共同防止该国经济崩溃 并保障该国妇女的人权 更多详细的报道 先继续收看即将播出的话语电视 晚期新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